仙药是否就是仙药 林丹妙药就在我们身边 本期健康故事教您如何慧眼食仙药 一个动作几道美食 强腰补肾就这么简单 别让岁月伤了腰 敬请收看 在这个位于北京市郊的药园子里 经常会见到这个人 他不论春夏秋冬隔三差五就要来一趟 而且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个已经有三四年了 现在可以入药了 眼前这些半人高的植物 似乎令他爱不释手 仔细看看 这不就是水边常见的茅草吗 难道它还有什么治病的功效 再往下看 原来答案在这儿呢 能治病的不是这草 而是它的根 这个茅草的入药部分啊 是它的根部 我们称之为白毛根 它有凉血 止血 清热 利尿的功效 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鼻子出血 牙齦出血的时候 就可以用几根白毛根 煮水 就有凉血 止血的功效 这种植物看着有些眼熟 似乎是路边常常见到的野花 在这个人眼中 它可是个宝贝呢 这个开花花的叫蒲公英 它有凉血 清热 解毒的功效 据现代药理研究 它还有抗癌的功效 那么我们得了这个急性乳腺炎 或者乳腺增生 也可以用蒲公英煮水喝 还可以蒲公英捣烂局部外腹 它有消炎阵痛的功效 据这个人说 要想让毛根和蒲公英 发挥出最好的疗效 不能用在药房中买到的肝药 而要用新鲜的 刚刚采摘下来的仙药 眼前这个人 便是一位善用仙药治病的中医大夫 他叫王泽民 我是从12岁就开始学医 89年 结识了孙明教授 跟他学习仙中药治疗白病 仙中药顾名思义 主要指未经加工的新鲜的中草药 以及鲜活的动物昆虫类药品 与常见的肝药相比 仙中药不仅鲜嫩多汁 药性也最大程度得以保留 这些鲜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说这个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 但是呢 你要给它弄成梨肝 它的疗效是大大折扣 就包括西瓜也是 西瓜还有清热解暑地尿的功效 如果你要把它的汁榨干 用西瓜仰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所以这些鲜药主要的功效 别看现在讲起来头头是道 其实王泽民一开始对仙中药并不了解 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实践 仙中药的运用 已经成了王泽民的看家本领 也正是这个本领 救了唐山的赵女士一命 赵女士原来在单位管理财务 赵女士说这份工作不是个体力活 可是有一段时间 她却突然感觉浑身乏力 腿脚酸痛 这样的结果让人一时无法接受 可更折磨她的是身体上日益强烈的疼痛 就是骨头疼 好像那个臭骨方式的 四肢 骨身 都疼 挣扎的一样 还有的那个各种疼法 有的是真小挣扎 有的是那个大面积疼痛 每时每刻都在疼 这些痛苦 家人都感同身受 更让她们心急如焚的是 赵女士没有因为疾病而消瘦下去 反而急剧发胖 因为她当时那个土医啊 就这老粗 就一嫩一嫩 她疼 平时的脱鞋都不穿不进去了 最后她总买了 换了好几回 都是男的那个43号的那个大脱鞋 原来赵女士的肾功能 因为化疗受到损伤 随时面临肾衰竭的危险 人生走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赵女士的丈夫突然想起一个人 她的老朋友王泽民 这件事给赵女士一家提了个醒 听说王泽民善用仙药治病 这仙药能不能用在白血病上呢 中医认为白血病属于血症 温病的范畴 它是一种这个主要的病因 阴虚内热性居多 所以阴虚内热呢 是中医的一个症型 它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五心繁热 什么叫五心呢 就是手心 脚心 还有心口窝 反热 我曾经给这个白血病的患者看病 他跟我讲 他说我心口窝 敷小肌都可以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手心 脚心都爱往凉的地方放 那么就是五心繁热 治疗起来呢 应该用养阴 清热 凉血解毒的方法 从王泽民这里 赵女士领回了一些清热 凉血的肝中药 还有一种他们从没听说过的仙药汁 上午吃半瓶 晚吃半瓶 它很方便 也不用熬煮 它就用仙草榨成的汁 病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是极其敏感的 赵女士感觉这仙药汁喝下去浑身舒畅 慢慢的它就停掉了其他药物 每天只喝一瓶仙药汁 而奇迹就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 刚一开始呢 都是能坐轮椅了 我学买个轮椅 哎呀 非常高兴啊 我说你都可以坐轮椅了 我可以还推着它上了一趟潮市 现在轮椅我都已经搁起来了 不用了 发生在赵女士身上的奇迹 难道都归功于这小小一瓶仙药汁 看上去 这药与普通熬制的中药 似乎没什么区别 我们老师 孙一鸣教授 他用四仙汤治疗白血病 那么他以这个仙生地 仙小剂 仙蒲公英 仙毛根等仙药为主 组成这个触发 那么这个仙药呢 它养阴清热 凉血解毒之力 它明显的优于肝药 是肝药无法替代的 别看瓶子不大 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小 这个长的像萝卜的植物 它叫生地 它是根腱补助药 它具有滋阴 凉血 止血的功效 再看这边 这个带刺的植物就是小剂 俗称刺脚牙 有凉血 止血 趋于消肿的功效 对于吐血 尿血 变血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再加上能凉血止血的仙毛根 和清热解毒的蒲公英 小小一个瓶子里浓缩了四种仙药的精华 为白血病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通过改变阴虚内热的内环境 使它那个白血病细胞失去增生的条件 它达到不杀自灭的目的 同样也达到了治愈白血病的目的 如今 赵女士的各项检测指标都已恢复正常 但她仍在每天服用这种仙药汁 防止癌症复发或转移 与此同时 在仙药汁的启发下 她还喝起了自己原创的蔬果汁 有芹菜 西红柿 香菜 胡萝卜 亚麻籽 黑芝麻 枸杞 蓝莓 红莓 南瓜籽 榛子人 核桃人 一眼看去材料还真丰富 既有新鲜瓜果实书 又有果干和种子 赵女士说 从前她肠胃不好 原本是想着这蔬果汁比较好消化 营养也丰富 慢慢的 全家人都开始一起喝 而且确实也从中感受到不少好处 无论是鲜蔬果 还是鲜中药 鲜鲜的食材自有它的好处 幸运的是 一些鲜药就在我们身边随手可得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汪女士一家正在包饺子 可这饺子馅怎么看不出是什么菜呢 这是我刚从我阳台上摘下来的蒲公英 蒲公英馅的饺子 这还是头一回听说 汪女士说 她们家的这个吃法最初可不是为了尝新鲜 而是为了给她的老父亲保命 她就是刚开始就觉得她吃饭有点哽咽 就是吃就是那个凉的 偏凉的 然后就硬一点东西就通不下去 暴通 然后呢 她就去医院去做了一个就是胃镜 做胃镜的时候 那医生就觉得擦管子特别难擦 才发现的是有一个五点 五点多的那个肿瘤 汪女士的父亲被确诊为食道癌 为了给父亲治病 她没少想办法 在做了一次放疗之后 父亲的肿瘤虽然消下去不少 可没过多久 却得上了放射性肺炎 看到老父亲经历这样的痛苦 孝顺的汪女士四处求医 于是结识了汪泽民大夫 王大夫开出药方后 还特别嘱咐他们 每天采鲜蒲公英煮水喝 王教授就让我们去找蒲公英 然后呢 就是每天一斤的量 就是可以作孝 可以树草 还可以就汽水喝 我鲜蒲公英 遍地皆是 这可以减少一部分药费 另外这鲜药呢 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据现在药理研究的蒲公英 也有一定的抗癌的功效 为了让父亲天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蒲公英 王女士从外面挖了一些 种到自家的阳台上 天天变着花样 让父亲服用 不知不觉中 王女士发现 父亲吞咽困难的症状似乎消失了 人也不像从前那样消瘦 检查结果同样令人欣慰 父亲的食道上已经检测不到癌细胞了 能看出有一点点黑的 现在我父亲的话跟正常的人是一样的 就比如我父亲吃饭 每天的话大概要就这么大的碗 两碗米饭 他现在的话就是说还帮助村里面修路 每天的话工作量的话八个小时以上 父亲身体好了以后 便回到浙江老家 而汪女士的阳台上 蒲公英却日渐繁盛 汪女士干脆将它打造成了一个迷你仙药园 这个是我种的秋葵 糖尿病群体吃这个是比较有好处的 还有这个呢 就是我老家的那个三叶青 前几天刚移过来 比如蛇咬伤了 就吃这个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然后这个是我种的那个铁皮石壶 铁皮石壶主要是提高能体的免疫力 每天的话就比如说像这么粗粗的话 再两个 直接这样就是用剪刀给它剪断了 就这么嚼着吃就行 碰着一杯石壶花茶临窗而坐 想想远方的父亲 汪女士心里踏实了许多 治病不如防病 这是汪女士此刻最深的感受 也是王泽民一直坚持的信念 作为一名中医大夫 他深知一个道理 任何疾病都不是偶然的 与其得了病才去想办法 不如为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 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须 这是皇帝内经早就这么讲的 正常人体内都有癌细胞 那么他为什么不发病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正气充足 他就不能发病 一种常见的疼痛 就像我们车的轮胎一样 轮胎使用传达它就会磨绳了 一个动作轻松了解你的腰椎 我看你有点抖 对 腰没有力 一茶一饮 一粥一汤 专家教您如何在餐桌上强腰补肾 云南白药提醒您收看中华医药制 别让岁月伤了腰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是做客的两位专家 苏凤哲 中国中医科学院传承博士后 国医大师陆志正弟子 北京市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国医馆主任医师 王德成 首都医科大学 骨科临床医学博士 北京市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基础外科主任医师 也欢迎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话题是腰痛 我先问一问我们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大家都有没有过腰痛的经历 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 你看百分之百 可想而知这个疼痛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经历体验最多的了 这个腰痛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我再问一下大家 这个腰痛大家一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我这个腰痛呢大部分都是风年过节 比如说给家里的亲戚送一些东西 给家里的父母 反正50斤大米 飞到楼上去 然后马上就开始腰痛 会有这么三四天的时间 节日腰痛 我主要是十年前 我生完小孩之后 特别的有一段时间的腰痛 可能孩子大一点 抱的少了之后 可能腰痛就慢慢的就改善了 您觉得和您抱小孩子有关系 大家这个腰痛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原因引起 疼的程度也不太一样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了解一位患者腰痛的经历 来 刚开始还能动一动 有时候动到一定角度处就低溜一下 低溜一下 我这腰就特别难受 46岁的季先生 身体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可唯独这腰早早就进入了老年状态 越来越慢慢腰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以后 就带到我这个 觉得腿都有点不舒服了 就像你一迈步 一着地 就感觉有一个 就跟神经过电一样 那种感觉 就唰一下 一下就到脚了 站也不适 坐也不适 这段时间可把他难受坏了 眼见丈夫腿脚不利索 季先生的妻子很着急 他开始每天给丈夫烫脚 希望以此促进血液循环 舒服归舒服 可季先生觉得效果却十分有限 只能是脚热 就是泡热一些 可能觉得脚的麻木感 稍微松弛一些 但是你要不怕了 拿出来吧 一会儿 还是原来那样 季先生曾是骑行爱好者 还和朋友组了个自行车队 可是自从腿脚不灵便以后 他心爱的自行车也只得树脂高格 由于长期缺乏运动 他感觉自己的小腿甚至出现了萎缩 最终 季先生不得不走进医院 他这才知道 自己长期腰疼 腿没劲 是因为腰椎肩盘突出顶到了神经 到这个145这个阶段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椎肩盘是顶着这个神经了 和老基业了 这地方就断流了 神经也变形了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病人产生腰痛 腿痛 不能走路 这是症状 如果他在解答病的时候 或者是拒练咳嗽 他分离一下 这个最大椎肩盘就会进一步加重 就会把这个神经给弄断 那么病人产生的症状 就会大小便失禁 下次肌肉的力量没有 就不能走路了 那我们这样 我们先请两位专家 是王主任的患者 先请两位专家 从不同的角度 来给我们先把这个病 先讲一讲 是怎样的一种疾病 这个药椎肩盘突出 就是药的两个骨头之间的 一个软骨的蟹位环破了 这个怎么破的了 就是说日常的运动 这个走路 生活 就会把这个椎肩盘 产生一种脑损 这个脑损呢 日记月累以后 就像我们车的轮胎一样 轮胎使用长大 它就会磨损了 然后呢 这个蟹位环破掉 你们的水盒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就会压迫我们的猪果神经 就会产生腰痛 然后这个疼痛呢 往腿上窜痛 皮肤感觉麻木 不能活动 刚才王主任说到椎肩盘突出 这个的中医就归于腰痛的范畴 腰痛 中医有多种的病因 那么我们可以概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正气虚 一个是邪气实 正气虚 主要是指的是肾虚 因为腰为肾之辅 肾虚 不能滋养这个腰 它可以产生腰痛的这些症状 再有这些外邪的因素 就可以形成腰痛的人 这个病症 看刚才有个同志讲到 劳了以后腰痛 那些同志讲到 受了寒以后腰痛比较厉害了 还有这个踢腱子 上楼梯 这实际就是腰已经受损 瘀血内阻 当你在有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 因为气血组织不通 就可以产生腰痛的症状 我知道这个中医 去这个就是看这个骨科的时候 到了中医这了以后 咱们中医还有一种 诊疗的手法 就是手诊 现场能够我们先演示一下 让我们直观的感受一下 然后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好不好 可以 诊断那个腰痛呢 在手诊上腰痛有个反应点 这个反应点在这个 手诊的这个第一道线 我们叫感情线 无名指小指的下端 临近感情线的这部位 这是腰痛点 这是腰痛点 腰痛点如果出现 白 红 紫暗的这种现象 都是腰痛的表现 白点呢 可能是就是最近发生的 如果是这个点 颜色比较暗的话 可能就是时间比较久了 或者是比较顽固一些的 像这个季先生 这在小指的下端呢 这个贴近感情线的地方 有一个异常的点 这点都反映 它是有腰痛的这些症状 刚才我们一起见识了一下 苏主任在现场给我们季先生 通过这个手诊的方法 来诊断了一下季先生 这个身体的情况 下面我想问一下 那个王主任 因为季先生是您的患者 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里边了解到 季先生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症状 就是腿疼 而且特别疼 以至于您已经不能够继续您的爱好了 鸡蛋车 这个腿疼是腰椎间盘突出的 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吗 对 所以说我们腰痛 大多数情况下 还不能说你就得到椎间盘突出了 如果腰痛 突然放射到大腿的后侧 小腿的后侧 外侧到足根 那这个情况下 一般就是比较肯定了 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做检查了 找抓一的医生看看 到底是不是得到椎间盘突出了 就是恰恰如果有了这个腿疼症状之后 对 就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检查了 看是不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了 对 实际上在我们说这个 尤其到了老年 中老年人 这个腰痛啊 腿痛啊 这样的症状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王主任 就是自己如果做判断的话 怎么判断这个腰疼腿疼 是受凉了 或者是怎样了 而且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疼 有什么区别 自己能不能做一些判断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吗 好啊 就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您站在中间 如果这个腰痛 腿痛的时候 我们这个腿轻轻的这么 抬起来 这个时候 不超过50度 对吧 就会出现这症状以后 回来50度左右 就会出现症状以后 在50度之内都可以 会产生腰痛 往腿上窜痛 加剧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椎间盘突出了 大家听明白了吗 就是50度 你要再高了还不行 再高了不行 因为再高的时候 就是正常的身体反应了 就不是病人反应了 就是有病的时候 在50度之内 如果你抬 可以出现这个症状 那么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刚才王主任 跟我们讲了 这个自测的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请几个嘉宾朋友上来 试一试 自我测试一下 有谁愿意上来 我们请 请三位 来 季先生 其实您已经是试了 是吧 但是已经做完了 治疗了 是吧 那好吧 来 先看看您腰椎的情况 来 您来 三位 来 一起 来 先抬左腿 来 可以了 很显然 这位先生抬的 一个是不够高 另外发抖 那两位没有问题 我们再抬右腿 来 好像还是这样的 好 我先问一下三位的情况 先问您吧 您好像两个腿都抬着 您是什么感觉呢 我刚才 我突然就是一抬 我的腿发酸发胀 发酸 我看你有点抖 对 腰没有力 就是两个腿是有症状的 老三发胀 您是好像已经做过治疗了 做完了 是吧 您现在这样抬 我看还是蛮稳的 您有感觉吗 现在抬 两个腿有症状吗 现在腿没有症状 腰也没症状 刚才我抬的最高度的时候 腰部才有一些感觉 那就是刚才 王主任讲的 已经属于正常生命的 刚才您抬的时候 我看还抬的 比较高的 对 在三个人里边是最高的 然后您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我抬的什么感觉也没有 都很好 对 好 三位请 刚才我们三位都做了一下 我们下面请王主任来点评一下 他是这样的 刚才这位先生 他抬腿的时候 他就抬到30度 20度 他这个腿就疼了 就发生痛了 酸麻了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抬的过程当中 他因为椎外门突出了 仅仅这个神经 那么在抬腿过程当中 他做过神经 在这个椎管内 它是有移动的 这个时候移动以后 就会跟这个 突出的椎外门 跟神经之间产生摩擦 就会产生他的腰痛 腿痛 往腿上放射痛 那么如果抬左腿疼 左腿出现症状 那么证明你左侧的椎外门突出 如果你抬右腿疼 右腿证明是右侧椎外门突出 如果你抬到眼条腿 刚才好像是两侧都有反应 眼下肚痛 证明他这个椎外门突出比较大 把眼侧的神经都受到压迫了 我们刚才在短片里面看到了 这个季先生 您给季先生建议的治疗是手术 对 做了手术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因为好像腰椎间盘突出 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方式来治疗 这个腰椎盘突出了 如果我们经过保守治疗有效 就可以不做手术 那么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就需要做手术了 第一种 就是我们出现 它出现腰痛腿痛的症状 经过严格的保守治疗 三个月 没有缓解的 这个是可以靠你做手术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发现 组合者公众发现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主腰盘 把神经已经顶起来了 而且整个椎间盘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接受它做手术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椎间盘突出来以后 从总部椎间盘里掉下来 在椎管里有你的 它是活动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建议它做手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所以能不做手术 尽量不做手术 但是如果你必须要做手术的时候 还要做 保安化威胁性非常大 刚才王主任讲的这个手术 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来直观的了解一下 来 根据医生的建议 季先生需要在腰椎处 做一个手术 将压迫神经的腰椎间盘取出 我们就是从脊椎的旁边 给打两个小洞进去 把这个兔子的肩盘盘进行切除 传统的腰椎开放手术 需要在背部划开一道 至少五厘米的口子 将病变的腰椎肩盘随和 进行切除 伤口大 恢复慢 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那时候对手术 可能也心里有个担心 手术会落下什么后果之类的 老想的是保守治疗 不过现在 随着微疮技术的广泛应用 这个曾经的大手术 伤口已经可以缩小到三厘米左右 因为当时我这个腿 还有脚的木 重大挺长时间的了 手术完了 下了手术才在第二天 就是这个 做骨神经疼的就没有了 脚还有点木 第二天 第三天 脚的那种木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我看王主任那已经准备了道具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您这个手术 我们这个手术 最早这个手术 胃伤手术有个发展历史 1997年 是一个外国人发明的 从后路 切到这个椎间盘 但是有个什么问题 是切完椎间盘以后 还会复发 我们把这个国外的这个技术引进来以后 那我们问一问 其实是手术 我想术后都会有一些反应 像您说的这样的手术 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手术 它术后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手术大的人 他会就因为在手术室嘛 要做手术的时候 他会把全身的衣服都要脱了 他就会收粮啊 因为术后就要植入这个内固定物 防止这个椎盘突出复发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发烧啊 另外呢 救过麻醉以后啊 他会吃饭去饭啊等等 特别是老年人高烧 我们是非常害怕的 就怕他有感染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需要请一吃 比如说有时候我要请术院长来给 给我们开点中药 吃完以后很管用 这样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看一下 一会请苏主任讲 来 然后发烧还出汗 摸着脑子呀 是凉的 我们这二姑娘真点害怕 当时这感觉是什么呢 一般的人要死的人摸着这个凉 说起那场大病 76岁的张阿姨还颇有些感慨 两个月前张阿姨接受了腰椎修复手术 手术一切顺利 可她却没有像别的病毒一样迅速恢复 反而发起了高烧 中医讲酒热伤音 就是说持续发热会使筋液耗损 导致脏腹得不到滋养 张阿姨在发烧时 大汗淋里正是伤音的表现 这可急坏了一家人 可是打针输液 忙活了半个多月 这烧就是退不下去 我想刚才我估计我回不去了 就在这时 苏凤哲听说了张阿姨的病情 劝他们用中药试试 没想到几副药下去 张阿姨的身体就慢慢好转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高烧不退的老人迅速退了烧呢 我们请苏主任跟我们讲一讲 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法子 那么这个病人 我感觉我接触他迈向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对肝胆活胜 询问病史 他有高血压 糖尿病 他还有个胆症炎的病史 这样我想到 这种发烧 我们中医认为就是肝胆的愈热 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 轻肝胆愈热的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发烧之后 特别是这样的老年人 就会气阴两虚 高烧伤气 伤气阴 那随后 你看他之后的表现就是出汗 汗非常多 体身体就虚了 照他说 就是一种要死 身体就是很不好的一种状况 那么之后我们又采取 益气阳阴的方法 清退余热 益气阳阴 这样的方法身后 很快 他的身体又恢复了糖尿 特别是在病人疏后 比如说腐胀 不想吃饭 发烧等等这些方面 我们是几乎老年病人 都要用作药的方法 来给他吃汤药 尿效 非常的限度 因为我们在那个非典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是做过这样的采访 会发现 他用上了一些 当然也是中西结合的状态下 但是就退烧来讲 用上了这个中药以后 病人的退烧时间会缩短 住院的时间也会缩短 就是他比较早出院 今天我们在这要讨论 这个腰椎方面的话题 我们会有一个场外的观众 他有问题 想问一下两位专家 是一位来自法国的观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座组 我们说九座的话 腰部的血液循环会障碍 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腰痛的这样的症状 那么我建议呢 就是你九座 办公的这些人每天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中国流传很久的一个叫八段锦 这个八段锦里面第五项 第五个动作就叫双掌铺地固肾腰 我们下面请一位老师上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来 路十八段锦第四段 双掌扑地固肾腰 腿微曲 分左脚 双掌与胯同鲜 双掌抱腹 旗下丹田处 顺带脉后吕 至腰两侧命门处 这时候双掌要微加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身体向后仰 这时候形成一个三角力 这样往后仰的时候不容易摔倒 后仰 双手顺带脉下按 双手按D 可高可低 根据自己的下压的长度 在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头顶要一直冲前 一位练功讲究 身 手脚动作变 但身法不变 下按九次 好 我们说这个腰痛 它出现的时候 大多是出现在中老年的时候 但是很多疾病 它都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请问一下苏主任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推荐给我们 那么在饮食当中 我推荐一茶 一饮 一粥 一汤 什么茶 一茶 杜仲 杜仲 杜仲我们倒是一味中药 它的作用就是捕肾 强腰 降压 安胎的 它捕肾 强腰的作用尤其明显 这树皮掰开以后 丝状 树皮之间 像人的筋骨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看 所以说 我们推荐 可以用杜仲的叶 树的叶子 或者是杜仲的花 泡茶喝 一茶 一饮 就是杜仲酒 一般我们取五十克杜仲 泡五百毫升 五十度左右的白酒 泡十天 泡十天 每天饮用 半两 五千 所以我得比喻叫五五 一五 这边一个形式 然后一周 我们推荐什么 主要是栗子粉 核桃粉 还可以配 精米 糯米 和意米 我们知道栗子粉都是 补干肾 撞腰的 它还有输筋 和血的作用 核桃呢 就是补肾 文洋的 像意米 精米和糯米 都是调脾味 精米 也有强筋骨的 这样的作用 那么煲汤用什么呢 我们都是一般猜 杜仲和牛西 比方说各取三十克 可以和 以下这些分别 取一种就行 比方说 猪腰子 这都是补肾的 猪蹄 猪尾巴 猪骨髓 都可以 两位专家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腰椎的相关知识 而且还教了我们一些 护腰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 再一次用掌声 感谢两位专家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观众朋友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